各位可以看到 我先確定我跟對手之間的距離 如何確定 透過我出拳 他能夠碰到我 表示我一定也可以碰到他 在近距離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一步 就完成一個下潛動作 可是他可能手伸得很遠 我可以碰到他 那麼一步完成不了怎麼做 上步看到後腿 1 2 3 我們是不是可以完成上步動作 那麼當我在做的過程中 各位可以看到 出拳 重心一定是先落下 做好一個完全的下蹲 看到我跟他之間的距離是足夠 往前跪膝 同時我的肩膀 是可以撞到他的 這才是一個最好的距離 如果你過遠了 提前先蹲 距離掌握不對 你沒有抓到 反而挨了一個西撞 或挨了一拳 這都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距離 首先我們剛說 利用我們的拳頭 利用我們的手 來控制距離之外 掌握距離之外 還可以把他的視線放在我的手上 確定好我們之間 完成一個下蹲 我的肩膀是可以撞擊到他 我的重心也可以給到他 所以當我站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 你們在練習的過程中 你站起來的時候 你的對手是可以被你往後推的 這個距離就OK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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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